再来说一说国内一些新规的出台 我国首部出口管制法12月1号起正式生效 根据法律任何国家或者地区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 我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地区对等采取措施 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12月1号起施行 针对经营者在开展促销时先提价再折价的现象 规定应标明折价降价的基准等等 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有附加条件或者期限的 应当显著的标明 这也就是说那种逢解打折前先涨价的行为 可得要掂量掂量的这是违法的 没错咱们说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将于12月30号起正式实施 这是迄今颁布的第11版的药典 对以上市药品的生产和药品的研发上市都具有强制约束力 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将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12月1号起海南将在全岛实行禁速令 已初步将塑料袋餐具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纳入禁速范围 大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12月1号起实行 将实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的投放制度 社会督导员有权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行为予以劝告和制止 所有的新规出台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规范有序 更加的美好 明天就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 大家一起来加油